那老師有沒有哪一個星座 分手後會送分手禮的 分手不是都是 你的東西還回去 我的東西拿回來 這不是正常程序嗎 還有送禮物這種東西 是有多感謝對方要送禮物 謝謝你跟我分手 送你一個禮物 這條失戀的時間是最好的解藥 但有些星座吃的卻是特效藥 才剛分手很快就跟沒事一樣 好像不會傷心太久 到底用什麼方法辦到的呢 還是他們很沒有良心呢 離開舊愛就好像坐高鐵一樣 快的不得了 好啦 我知道有一些牛牛呢 是非常非常的死心眼 並沒有坐高鐵 好嗎 但有一種例外 那就是他本來就很想分了 只是他一直在忍耐 忍受對你的失望 忍受你的價值觀不合 嘴巴上沒說 但是心裡早就覺得 這段感情好像是一個包袱喔 只是他不知道要怎麼提出來 尤其是這段關係 如果談得很長 牛牛更是會糾結好幾個月 所以當提出分手的那一刻 你都不知道他已經在心裡暖身多久了 而且對金牛來說 分手就是絕交 可沒有當朋友這回事 他就算剛分手 也跟熱戀中一樣 讓你傻傻分不清 因為雙子是十二星座當中 最逞強的星座了 他不相信自己沒有誰就活不下去 沒這回事 被分手了 內心深處明明難過的要死 但雙子呢一定會壓抑這種感覺 然後說服自己 我一定會沒事 在人前也不可能垂頭喪氣 所以他就算失戀 也會精心打扮的 跟戀愛的時候一樣正 所以你會分不清楚嗎 他到底是失戀還是熱戀中啊 為什麼還是每天精神奕奕呢 甚至再逞強一點的 他會馬上交下一個 因為本來就很多人在後補啊 他只是不給他們機會而已 而且趕快交下一個 也可以跟前任示威 沒看過哪個星座這麼適合分手的 那不是啦 是這麼會分手後重生的星座 那就是天蠍啦 因為天蠍有一種很容易情路坎坷的感覺 所以如果一段關係走到了分手 天蠍被劈腿被背叛的機率其實蠻大的喔 因為跟你們交往你把對方顧得太好 然後使對方某種劣根性很自然地滋生出來 這就是你的罩門 可是在天蠍的字典裡背叛就是死刑啊 你跟他都死過一遍 所以當走到了盡頭 就算對方不提 天蠍也會提 分手後的天蠍再怎麼崩潰難受 也會告訴自己不能夠再為了一個渣男渣女 害自己這一生被拖垮 所以囉 為了逼自己用最短的時間走出了爛透了的戀情 天蠍會把聯繫對方的方式都刪掉 以及把以前用來照顧對方的那些時間啦 力氣啦都用來照顧自己 開玩笑 很多天蠍都是很有能力的 一旦投入屬於自己的事業 反而事業有成而且越做越大 天蠍會幻想 當我這麼好 前人回頭想想 會不會覺得很後悔呢 光這樣想就很療癒天蠍了 不過天蠍會回頭嗎 天蠍可是從來沒有忘記你的背叛哦 坊間傳聞獅子座失戀以後很快就能恢復 是因為他們自尊很高 這真是個大誤解 獅子座 你在愛情裡有自尊嗎 只要你們想說有多鬼遮掩就有多鬼遮掩 而且說多犧牲奉獻就多犧牲奉獻 有時候連雙魚都會輸給你們 所以囉 分手後如果能夠很快的忘掉一個人 原因只有一個 那就是獅子不夠愛 雖然十二星座很可能都有這種情況 但是發生在獅子身上的機率倒是特別高哦 因為不夠愛就夠客觀 夠客觀就什麼都看得很清楚啦 而且獅子不排斥分手以後繼續當朋友 又或者多照顧一下對方 以顯示兩個人之間特別不一樣 除非你們的分手是用一種很傷自尊 比賽掛電話的方式 那就真的老死不相往來了 好囉 有霍達派 那就有看起來豁達 但骨子裡很死心眼的 射手的分手在初期常常是他嚷著要分手 但是走了多年以後 常常射手是被分手的那一個 或者是看起來不在意 但其實默默地在守候對方 念字在字都在苦練 所以也許對方已經換過好幾任了 射手卻依然保持單身 所以每一段關係呢 我個人覺得啦 就好好的活在當下吧 好好的感受吧 反正如果不是功德圓滿 就是分手的痛苦囉 那功德圓滿的人 也不要高興太早 因為走進婚姻了 或走進下一階段 就有下一階段的挑戰跟功課 所以感情方面 永遠都有說不完的話題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 不禁止 謝謝 謝謝 我們 谢谢大家